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悲伤的事实 前两天看起来掉秤掉的很快 是因为我那个体重秤有没有放本 我那个体重秤的一个脚底下压了一粒猫砂 我今天早上撑的时候咯咯咯咯咯的响 这就是被那个体重秤压碎的猫砂 这个猫砂导致了前两到三天的体重 其实不是很准 今天开始的体重就应该是比较准的体重 所以说我还纳闷前两天为什么掉秤掉的那么快 今儿咱们来做一个牛肉玉米 牛肉买的就是这种牛肉 它已经就是打成馅儿了 其实我一般去超市不会买这种牛肉的 因为这个牛肉的其实它脂肪含量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它这里每个serving其实含的脂肪是18克 这算脂肪含量很高的牛肉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了就为什么我跟大家之前说蛋白粉有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喝的 你看这就我已经这吃了一磅牛肉才补充了80克蛋白质 但80克蛋白质对我那个蛋白粉来说32蛋白粉我冲上一杯水就喝了 比如说不是所有人在减脂期都能像我一样吃3600卡 但如果你不能吃3600卡的同时那你脂肪肯定也会很低 你就不能像我一样吃这种每个serving有18克脂肪的牛肉 那那种时候你蛋白质来源怎么来呢 那就只能是脂肪很少的肉类 例如鸡胸 那如果你鸡胸真的吃腻了呢 那有时候就只能吃蛋白粉 加点酱油 酱油一tablespoon是15卡 我这里有专门一tablespoon的勺子 感觉这么多酱油也够了 这就是一tablespoon 所以大家在减脂期间啊这种特别常用的这种单位凉具 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玉米呢 是1 2 cup是90卡 这个呢就是1 2 cup 跟掉了去那些算1 2分之1卡 2个1 2分之1卡 3个1 2分之1卡 4个1 2分之1卡 哎 玉米呢咱们也凉好了 咱们呢现在来加点这个 这也是两tablespoon 这个surfing size是两tablespoon的 正好我今天拿了这个tablespoon的勺子我就垮了就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就是我早饭的卡路里 一共是1383卡 一共是77.7克碳水 80克脂肪 92克蛋白质 昨天呢我和老王这个讨论中美差异的视频啊好像受到了比较热烈以及积极的反响大家都说比较喜欢这种形式 其实呢我跟老王也比较乐于以这个形式和大家讨论或者分享一些我们正在关注或者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现在可能很多新的观众不知道我是在我的那一期过去现在未来中就跟自己许下的一个承诺我说每天我都想留下点什么每天都想记录下点什么 所以我规定自己每天至少拍至少一秒的视频来记录一下我当天的活动 所以昨天那个视频呢就只是我跟老王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一段简单的对话而已 昨天那个视频呢真的是我俩对话之后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俩也没有打任何草稿真的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诶我这段对话把它记录下来吧 然后我们就把相机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开聊了 我们俩并没有想把这个做成一个非常严肃的有文案的经过仔细设计的一个科普类型的节目 真的就是想把我们俩生活中最自然的谈话呈现给大家 是因为日常中我俩很少有就是单独拿出来的时间来讨论问题 就基本上是比如说我从我屋走出来然后跟老王聊聊聊这个那个那个 那我俩其实真正比较真的花时间比如说巨星会神讨论一个问题都出现在 我俩出去吃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我们俩讨论问题最认真 而且最专心的时候其实像这种日常对话我们之前有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 就是话题啊看完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的一些讨论 然后当时小涛涛就已经有有过想法说把那些东西给录下来了 因为他当时也说过说你看我们每次讨论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和我观点不一样最后才能出现一些新的理解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录下来然后现在正好借着小涛涛每天的这个vlog 然后有机会就给他记下来没记下来的其实是大部分的 如果要是这个看视频的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对里面一些内容啊意见啊什么的持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不可能你对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持赞同态度 就像罗老师最近那个新视频发的他说我们这现代社会上的人不能做这个相对主义的委坏了 所以你不能说你是看见别人不一样然后你基本能做这个上来就说我就是跟他不一样 所以他一定想干什么干什么但同时你也不能说这个人因为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一定要指责出他的毛病所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辩证嘛 看到问题的方法就是你首先要坚持住一个底线对吧 我们昨天这个识别的讨论的底线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作为这个留学生 你看见外媒在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探讨的时候呢 你坚持的底线就是他如果抹黑你一定要想清楚他到底想传感什么 对吧他也许是真的就是想要激怒你就是想要站在你的这个对地面上来呈现这些文章和报道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了解清楚了以后你就能够明白你现在对他能跨上去不能跨上去 但是又有一些问题你是可以的比如我们讨论的时候中间 说了一些话看似好像不太变着但是因为你不可能每一句话说的是说的时候都显得那么周到 因为我们也没有打操稿了对其实我这个目的呢也是想把我们这个对话以最自然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打操稿的必要 所以以后也许还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不一定非要每次都要讨论国家政治啊对国际关系啊 也许以后也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游戏对或者电影甚至美妆都有可能 你还想弄点美妆小刘涛曾经还骂过一个关于音乐RAP的一个对 如果你们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时候你和他的观点是不是还一样或者又不一样对吧 对这我插一句其实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观点其实都是在变你两年前的观点跟你现在的观点都有可能不一样 但我觉得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就像写日记一样 但为什么我现在可能日记写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视频这个呈现能更加生动一点能够更加准确的把你当时的情绪你的想法你的肢体语言动作都能够记录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式 现在还插一句就刚才老王说的 就我俩很多事如果其实我俩认识真的完全一样的话 其实这一段对话就很快就结束了 一般都是在我跟他有一些细小的差异或者很大的认知上的差异的时候 这段对话才能就比较有深度的进行下去 但我现在还是觉得把我们的这些讨论记录下来 然后同时给你们分享一下让你们也听一听 然后你们也能参与进来讨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我现在给自己规定这个每天至少录一秒的这个视频 然后上传到网上 对于我来说能够收到大家多少的喜欢能够收到多少的赞 是这个东西对我的重要性远远没有他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这个重要性大 我跟老王没有任何给你们输出或者把我们家人关加在你们身上的意思 我们俩只是两个平时对很多事情都忠于讨论 然后同时我们俩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可以说或者理解 因为我们俩的成长背景也不同 相当大家感兴趣的知识也不同 所以在我们这一套知识体系中会对很多事情产生不同的理解 而我们俩同时又都是爱讨论的人 画牢 对就是画牢说完了 所以这个形式主要是一个记录以及分享 其实我们俩特别希望看到大家和我们俩的观点不一样 正像我俩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的话 如果你永远都在看和你观点一样的人的文章或者想法的话 其实对你整体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的构建其实起不到太大的帮助 昨天我们在讨论看新闻媒体的时候不要先预设观点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的意思表达的是如果你是个记者 你是某某邮报某某日报的编辑 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不要预设观点 你采访别人的时候你不要预设观点 不然的话你写什么东西让那些和你预设观点不一样的那些人 他就没法读你这个文章了 对吧 就像华人街日报为什么现在被中国人普遍都比较反感了 就是因为他写的文章让人根本就没法看 你没法读 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普通人 普通人你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完全中立的 没有这点说法 对吧 刚才也说了咱们是中国人 所以那个问题本质上就是看的时候就先要先明白他是不是想要挑衅 对吧 这是会迪在关键的 这是可以很正常理解的一个事的 分开讨论 对 行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逼到这了 关于上期视频的事 这期视频本应该介绍的东西 我就都上传到YouTube那版 给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YouTube看本期视频的完整版 正是因为YouTube那版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版视频有所差别 所以我和老王特意过来给你们补录了一段 关于我们昨天那期视频收到了非常多的关注以及非常热烈的反响之后的我们俩的一些评论和看法 就是又水了一段 又水了一段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也去关注一下我的YouTube频道 那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明天再见 Peace